曾經因為秘書被懷疑有自閉症的鄭妹張宇涵 她刻到學習富裕 才確學到驚濕粉的個性 她最厲害的是 嘴巴燈檔率讓玩偶發出聲音 來看她的故事 暗棺上面掛到聽清楚 中吳涵真上色的鐵膏精團 這位鄭妹準獸醫 除了真有愛心 躺下納色的濕濕後 她還有一項特殊的專長 鄭妹跟嬌子的嬌子搭水果 這個嬌子是沒有什麼機關 聲音都是來自這位鄭妹富裕師 中吳涵 我目前是 我目前為了家務大學 我介意的醫師 謝謝大家 喔!喔!小槍!小槍! 欸?怎麼了啦? 喔!剛剛是誰啊? 什麼啦? 剛剛那個是我肚子裡的娃娃啦 喔!真的啊? 那這裡是哪裡呢? 蛤?這裡是哪裡? 你猜啊! 喔!你喔! 欸你不要插話啦 就是 就是一年前嘛 在學習的時候 因為 由於課業比較繁忙 然後 就常常會遭受室友的 就是很吵啊 練習的時候會很吵 然後就室友都會罵我 對 然後後來就他們比較習慣了 然後我也有一點點小小的成果 他們就沒有繼續的 就是大家都開始支持我了 喔!真的喔! 就剛才嘉義台下收醫學的中午漢 其實三個月前 才人打高雄 哭出街頭藝人的証教 當時 他跟小子的 阿嬷、大胎的 即興表演 令人影響沉迫 不要看他在觀眾面前 表演得很大方 中午漢 小孩的時候 因為太過壁俗 被懷疑 犯有自壁俭 柯條幫路 自我賦予 再客戶壁俗的個性 最近新聞 中南行 家義七 裁縫播的喔!